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聪 又到了阿聪讲吃的时间了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 哪些人吗 椰浆饭 OK 之前我讲的鸡饭跟这个 雲吞麵 这两个都是属于我们华人的食物 而这个鸡饭跟雲吞麵 应该也是我们马来西亚 华人小贩中心 属于属于最多人吃的东西 然后像我讲的这个第三样 哪些人吗 其实它的人气也不输给 这个鸡饭跟雲吞麵 不过这个哪些人吗 它其实是买人的食物 OK 所以我今天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认为 一般好吃的哪些人吗 应该要怎样 OK 其实一般好吃的哪些人吗 跟这个鸡饭有很多共同点 老实说 因为他们都是以饭为主 这个哪些人吗 他的灵魂肯定就是吃有饭 还有伤疤 OK 我先说这个饭 这个饭 基本上跟鸡饭是一样的 首先就是他要放椰浆下去 但是这个椰浆也要放到刚刚好 好像油饭这样 就是你要整个饭都有椰浆味 但是你不能太多 太多的话那个味道很腻 太少的话那个饭又有点像白饭这样 OK 所以这个很拷这个厨师的功力 OK 我相信每一个厨师的他都有拿捏好好 他要煮多少饭就要放多少椰浆 OK 然后呢 一样这个饭你不可以煮太深 也不可以煮太熟 你太深的话就一颗一颗硬硬很难吃 太熟的话就变成葛珠瓣 一搞一搞 OK 所以要煮到了 每一粒都是刚刚好的 可以分开来的 不要粘在一起的 但是呢 又不会太硬的那种 OK 还有这个拿捷热的味道呢 除了有椰浆味呢 应该也是有放一些盐 要偏咸一点点 拿捷热通常都是有一点咸味才比较好吃 但是不要死咸 一点点就好 真的是一点点就好了 OK So 我对饭的要求就是这样 还有一点就是呢 千万千万不要把这个拿捷热弄到五颜六色 有些放青色 有些放蓝色 Sorry 我看了我都没有胃口了 拿捷热麦就必须要白色 不要乱乱假颜色 简直就是花蛇天柱 OK 好 So 讲完这个饭呢 接下来呢 这拿捷热麦第二的灵魂 就是他的三八 这个 拿捷热麦好吃不好吃呢 很大程度是取决于他这个三八 有时候呢 这个饭呢 就算是做到不错 可是这个三八不行的话呢 就整个拿捷热麦就糟蹋了 OK 这个三八是很重要的 这三八呢 它最主要的成分呢 就是呢 这个辣椒 还有洋葱 有时候会餐一些浆鱼仔 OK 然后呢 我在这里我先讲一句 就是呢 这个三八呢 千万不好放任何有酸味的东西下去 有时候我吃到有一些拿捷热麦了 他们的厨师就有点化石添足 就差一点有酸味的东西下去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放 柠檬还是放酸干呢 我告诉你 有酸味的这个拿捷热麦的三八真的是超难吃的 一点都不配拿捷热麦 所以呢 千万不要放有酸味的东西进去这个三八 然后这个三八呢 通常呢 辣椒要够咯 要辣咯 但是不要死辣啦 你太辣的话也不行啦 但是我觉得我们常吃拿捷热麦的人 我们自己 我们三八会放一边 然后我们要把多少三八捞去放那个 我们自己决定啦 OK 所以就算你偏辣也不要紧啦 OK 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个人我是喜欢的 这个拿捷热麦的三八呢 有一点点甜味 应该是要加糖 OK 有一点点甜味 但是不要太甜 有一点就好了 然后呢 这个辣椒是偏辣的 然后呢 洋葱可以放多一点 我这个三八呢 我觉得餐的这个洋葱味呢 这洋葱比较多一点 味道是比较够一点的 OK 所以我对三八的要求就是这样啦 不要有酸味 然后辣椒要够 洋葱要够 然后放一点糖 有点甜味 这样的 拿捷热麦的三八是最好的 OK 接下来讲它的配菜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也是灵魂之一的鸡蛋 哈哈 拿捷热麦的鸡蛋 不是你随随便便煎一个蛋就可以了 OK 平时我们在外面吃拿捷热麦 如果是 整个蛋呢 熟到完呢 甚至是有点焦的那种 直接是肥料 OK 拿捷热麦的鸡蛋是很讲究的 拿捷热麦的鸡蛋 必须是 Matarabu 就是呢 荷宝蛋 荷宝蛋是要怎样 当然 整个蛋上面是不可以看到有任何的胶啊 OK 胶的就是失败了 然后呢 白色的部分呢 蛋白的部分呢 是要熟的 不可以生 生的话呢 有点瓦达 然后呢 蛋黄的部分呢 要生 不是太生的 但是呢 起码你 搓它一下 它是有 那个蛋脂流出来的那种 那需要吗 最爽的就是呢 你搓破那个蛋黄 然后那个蛋黄的汁呢 流去放里面搅搅一下 这个才爽 OK 所以呢 这个 阿西红妈鸡蛋是很讲究哦 不会有胶 然后呢 蛋白要熟 但是没有胶 蛋黄要生 它又不是太生 起码你搓它 它会爆 它汁会流下来 会流进饭里面 OK 接下来配菜 就是到这个 花生跟这个 姜衣仔 OK 我先说这个姜衣仔 姜衣仔 大家都知道了 市面上有很多种 不同size的姜衣仔 在这里我建议一下 这个size是很重要的 我建议这个姜衣仔呢 你可以用第二小 或者是第三小的姜衣仔 不要用最小的 最小的那种叫做银鱼 那种是奶炒饭用的 不要用那种 但是也不要用那种 很大很大条的姜衣仔 很难吃 ok 咬下去 牙齿都断的那种 ok 不要 用第二小 或者是第三小 刚刚好 ok 然后呢 姜衣仔都是普遍的 是拿去炸饱 ok 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可言 ok 然后到花生米 花生米 也没有什么技术可言 就是拿去炒吧 ok so 还有一点呢 我要交代一下 就是呢 这个姜衣仔跟花生米 你们要保持新鲜 知道吗 我知道很多那些 那些妈妈当主 他是一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放在一个罐子里面 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用 但是你要确保你那个罐子 一个礼拜之内就用完它 然后再做过新鲜 你不要那个罐子 蹲了几个礼拜 还没有用完那种 哇 那个下面那些臭油味 很够力 我记得以前我大学的时候 我时常去那个神器区 附近吃一个拿西拉玛 它就是一个罐子 里面有放这个姜衣仔跟这个花生 那臭油味很够力 就知道它里面 不知道放了几久 没有卖完那种 ok 所以大家请记得 这个姜衣仔跟花生 真的是需要保持新鲜的 ok ok 然后最后一样 就是这个黄瓜 黄瓜跟这个鸡饭一样 就是要新鲜 它不能够有酸味 也不能出水 ok ok 讲完这些 可能大家还觉得 我还漏掉一个炸鸡呢 很多人拿西拉玛 都是习惯要叫一个炸鸡 ok 其实真正的拿西拉玛 你如果真的是煮到很好吃的话 有没有炸鸡都无所谓 炸鸡是后面加上去的 ok 但是 炸鸡呢 对炸鸡的要求 其实炸鸡又可以开脱另外一集视频来讲 当然讲炸鸡罢了 ok 我这里我就大概粗略的讲一下 炸鸡呢 看你对肉制的要求 如果你是要很好吃的鸡肉的话 最主要还是鸡腿肉 跟我之前讲鸡饭一样的道理 但是如果是你纯粹是想吃多一点肉罢了 就是你吃一个拿西拉玛 你先很单调 你想要有多一点肉 就叫一个鸡胸或者是鸡尾 不过那个肉就比较干 比较柴 然后炸鸡呢 通常要的东西就是 你炸鸡的那个粉要堆了 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炸鸡的粉 我最喜欢用的是 有一种它的名字叫Kenducky的 但是它不是KFC 它就是叫Kenducky的炸鸡粉 那个来炸是最好吃的 然后你炸到 你里面要保持水分 我讲的是鸡腿 如果是鸡胸的话 你很难保持里面有水分 我讲的是鸡腿 然后你里面 把那个皮拉开了 过后里面还看得到 有水 发光 咬下去 Juicy Juicy 它有滋的那种 这样才爽嘛 是不是 还有这个炸鸡呢 你在炸之前 你也要腌一下 要放点盐和胡椒粉去腌 OK 如果你没有放一些盐和胡椒粉去腌 等一下炸鸡没有味道 太淡 没有鲜味 OK 要有一点鲜味才可以 所以炸鸡大概就是这样 OK 好 So 那西拉玛可以说是 最能代表马来西亚的食物 刚才我说的这个鸡饭跟鸢腿面 那是我们华人的食物 毕竟马来西亚华人只有22.6%罢了 最能代表马来西亚的食物仍然是 那西拉玛 这个我们无可否认的 我记得这个电影欧拉波拉里面 曾经有讲过一句 就是说 他讲 虽然我是华人 你是买人 但是我们大家都是一起吃那西拉玛长大了 OK 我也是吃那西拉玛长大了 好 收到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